接下来就比较细的来看说 如果说我是要insert一笔资料的时候 那会违反哪些constrains? constrains我们讲说就有狗妹的constrains 这样38号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定一的constrains 有,有会干嘛38号 狗歪歪的,最早了 果然 然后第二个就是见识 key的constrains 就是key的constrains,就是说它一定要唯一吧 domainconstrains就是你的内容词 要符合它的资料词,先给它看 第三个,参考的限制 参考的限制就是 你就是你的资料里面有一个说你的部门号码 然后你真正的部门的资料 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的表格里面的 就是参考的限制 entityconstrains就是你的词 你的primity不能都是no 另外的话,除了primity之外 你也可以设计说 这个栏位的词不能no 这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在刚才的这个栏位看一下 就是 这个nonno 其实这个nonno 因为刚好这两个就是primity 所以这一定要写nonno 那你key有no,结果就是错了 所以这就是entity的constrains 这是key的constrains 这是referential的constrains 然后这个是donate的constrains 所以四个constrains其实都可以描述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 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说 因色的时候呢 会违反哪些constrains 那这边讲说 因色呢 会违反这四个constrains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 因色为什么会违反这四个constrains呢 好,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说我们有因色这个人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说 这个人有没有违反domain的constrains 我们怎么样检查 有没有违反 假如说我要写一个dbms的话 我们因色进去的时候 是employee嘛 所以是要看这个资料库 那资料库怎么知道说 他没有违反domain的constrains 他要去知道说 这个栏位是什么type 对不对 然后检查每一个人 每一种type 这个type有没有满足 每个type有满足 好,那答案是有 就是说domainconstrains 如果domainconstrains的话 那同学会疯掉 因为他每一个都要知道型别 然后要检查 所以domainconstrains通常不会考 不会考 不是不会考 还是不会 就是有违反的时候 他不要出一个domainconstrains的 让你去看得眼花咬乱 你还是要知道 所以这domainconstrains就不是 那keyconstrains怎么看 这边哪一个是key 哪一个栏位是key 我没有人回答的 那我知道要问 48号吗 有48号没有 来讲一下 这个哪个栏位是key呢 它的哪一个值是key 没错啊 这个同学讲对 67 不是你啊 那个刚刚不知道谁讲的 677 67 89 为什么这第四比 1234 对不对 1234 所以这一定是key 好,那48号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有没有违反key的constrains呢 我要怎么知道 什么叫key的constrains呢 什么叫做违反key的constrains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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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加进去之后 有没有为一呢 有没有为一 有 那有没有违反keyconstrains 对啊 所以就是符合了key的constrains 所以刚才讲的 他已经符合domain的constrains 符合key的constrains了 好,接下来 要看看有没有违反参考的constrains 所以这个表格参考到谁 这些栏位里面呢 他参考到谁 只有department number而已嘛 这个参考到这个 还有一个其实是这个呢 会参考到这个 他这个是说 这个是谁的主管 这是他个人的资料 然后这个栏位记录什么 他的主管是谁 所以呢 123456789这个人 他的主管是33455555 3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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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所以呢 John Smith的主管呢 是Frankelenə 2001 pues ok 这个就有参考 而且这个 自己可以参考到自己 这个有个栏位 参考到自己 他叫 both cell 那个叫做自己 itself targets 接下来 他的这个 另外的话 比较正常就像这个 найти £1 number 会参考到这个 所以 好 所以呢 这个栏位4 这笔资料加密集之后呢 这个4有没有违反 这个 呃 这个 referential edip concern 还是48号的吧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很好 为什么没有 还有 对啊 存在嘛 对不对 你把这笔资料加密之后 多了这笔资料之后在这里的话 那有个4 4有没有参考到这边的4 有 所以显然这个人呢 是属于什么 这个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的这个人 这样 所以这样就没有违反 哦 没有错哦 好 接下来看 有没有 entity and the integrity consent 的 这个违反 这是什么意思 呃 就是 四方同学 这个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叫做违反entity的equilibrium 对 它是个实体 实体一定要怎样 存在 对 然后所以呢 资料不能够是 Nur 好 那既然不是 不能是Nur的话 那你来看 这里呢 呃 唯一的 Nur 是在哪里 道主第二个 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把这笔资料加密之之后呢 有没有违反 这个 这个 entity的equilibrium 有违反 有违反 为什么 那这边也有Nur 啊 那你放Nur 这个Nur 没有违反 你这个Nur 就有违反 所以 怎么知道说 有没有违反呢 其实就是说 你的 create这个表格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诶 在哪里 我不是有一个 create什么 那个表格 这个 对 怎么知道说 有没有违反 那个Nur 跟Nur 就看你当初 见南位的时候 有没有宣告说 他是Nur 所以其实我们 以这个例子来讲 是看不出来说 他有违反的 因为 一定是说 你南位 然后我有描述Nur 那才有违反 所以这例子里面是没有违反 也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是合法的 啊 上次讲 这个为什么他是诺 注意看一下 这个事实是什么 Jane Brock这个人 他没有直属的这个主管 所以 你认为 Jane Brock这个人 是怎么样一个人 在公司的地位是什么 最大 最大人没有错 还是董事长 董事长上面 当然没有管他的人 所以这时候 放Nur 是正常的 那你一设一笔资料进来 然后Nur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他是董事长吗 不一定啊 只是代表什么 还没有 还没有assign 一个主管给他的人 对吧 所以 这个确定是董事长 你一个Nur 那可能是 就是 就是 目前他还没有被尔赛而已 你会说 那这个搞不好 目前没有被尔赛 也是有可能啊 好 但是如果说 他是很多人的主管的话 那么他很可能就是 你看这个 他是这个人的主管 他是这个主管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 因为他在headquarter 然后呢 他是headquarter里面最大的 同时呢 其他的部门 都是隶属于他 334555 是在这里 他的主管是他 对不对 然后他也是他 他就购在headquarter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人其实就是董事长 总裁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个就没有违反concern 撒得贝罗 例如要盖我 有没有 还是摇头 好不好 好 然后放弃你的赞 39号会保护我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58号吗 有吗 58号同学 没有 没有来 68号 好 没有 然后班代再指一个 你要讲旁边的4号 还是5号 班代再选一个号 10号 10号 好 10号 在哪里 好 10号同学 我们要加入这笔资料 然后呢 有没有违反任何constraint 违反就是违反这四个 domain key referential entity entity的引力于constraint 你怎么知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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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的题目耶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啊 浮缸啊 那我再重新 那我重新 好 来 这边 这边比较正比是 这边有怒 那这个怒我代表什么意思 1234 然后是1234 所以 代表 他不是员工 他不是员工 这明明是要插入这个资料库里面 啊 这里算是员工 这个员工资料库里面 还是 所以他违反了什么constraint 对 entity 没有错 也就是说 第一个是这个key 根本不能够是entity 根本不能够是空的嘛 key的话 如果是空的话 那我这边就不为一了 所以key呢 你看 注意看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key 这个key里面 你看 这是key嘛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是nom more 这里面也是nom more 也就是说key呢 不能是nore 这样子 那既然key 不是nore 那你如果要加入这笔资料 你一定要加入这笔资料 他就会说 违反 所以呢 他就违反了 叫entity intivity region 你的实体 不能够是nore 所以这笔资料 好 如果我加进去 资料库就帮你reject掉了 这样子 好 10号很好 那你可以指派上一个同学 你要指派谁 来回答问题 10号指派一个 好 那个同学是几号 不知道的 好 那个同学来 我印射这笔资料 有没有违反任何的concring 有 哪一个concring 第四个 第四个 9988777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9988777 对不对 所以是违反了什么concring 没错 没错 很厉害哦 现在慢慢慢慢有感觉了 对 好 没错 这个违反的keyconcring 大家鼓掌一下 好 那你再指派一个 好 31号 啊 多少 31号 31号 这个 下面这个 一射这些之后 你给我违反concring 没有啊 好 没有啊 7 7 那个 这个 number有7 啊 最后一个 这个只有145而已啊 167 没有啊 所以违反了什么concring 对对对 就是referentialing degreeconcring 参考 所以就是他参考这个部门的 是哪一个部门 可是你这个加入到我们的第七部门 没有第七部门啊 明明就只有145 怎么可以加到第七的部门呢 所以要部门的那里面呢 有部门7 你这个人加进去 你这个人加进去 才没有违反referential的intivity referential是参考嘛 你没有违反到参考别人的可能 他要存在啊 然后才能够被啊 啊 加到这里面啊 那这样才才没有错 对 欸 不错 实际上好像有感觉了呢 来 鼓掌一下 好 现在看起来有点小小的成果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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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